Little 哇 那我再唱一个很美丽的照 所以他们疯了 就是全部说 妈 我们就是有歌啊 我们在干嘛呀 每天在那边 妈 我爱你 我爱你 哇 那个时候 这个东西就 我就知道说 原来我们的歌是重要的 他个子比较好认就是 个子大大的 他线条都很大 他喜欢唱歌 我记得他是第一个 跟我借其他 然后上台唱歌的人 我根本不是喜欢音乐 在那个哥伦比亚唱的 所以我碰到李床者 这个人改变我 所以对音乐的看法 我只是在翻那些 英文歌本在那边唱而已 他后来跟我讲说 你不是北南主 你可不可以唱一首给我们听 我唱美丽的道歉以后 全部起来给我鼓掌 那个时候 你唱民谣 人家会笑你的 这不入流的 我唱那个歌 全部给我鼓掌 我在想说 我找不到 我只会唱这首 那下一次我来上班 我要唱什么 都在期待这个的话 我就怎么办 我后来学了几个歌 我每次一上班 再不会 我有放录音机在前面 然后听着 我也跟着他唱 唱给大家听 我这样这样的把歌 吸收吸收 然后分量越来越少 你上次教我说 你可以写自己的故事啊 放牛的 我可以写歌 我后来唱的 牛背上的小孩 是 我写的第一首完整的歌 其实我最早是写暗恋我的 那个学妹的歌 在淡江的 在淡江的 枫叶 你没有写出来 只用哼的 然后人家帮我写谱是 不是写谱就是听写 在那堕舍的季节里 你飘落那荒凉心愿 你说那一片片 不解带落的风也 是最美好的简直 我该摆下那一片 换取那一心的微笑 不解带落的风也 那么爱护她 都陪着她唱歌给她听 其实我唱圣诗是最靠近她 那男女分开的 但是我一定找那一排 她一定坐在那边 但是没有交据 我只唱歌给她听 我哪是唱给我的主听 我常常说主啊原谅我 她要毕业我跟你讲 我在书上写说 她永远不会毕业 有没有 前面是不会在我心中毕业的 记忆往好遥远的微笑 记忆往好遥远的微笑 在我口中毕业 中文字幕后 他妈离西谷 牲畜的地方 大午山怀抱的山谷 那场披着彩虹的故乡 满山月桃花飞舞的蝴蝶 应该讲说是我们这代是战后 没有闻到战争烟消的那种这一代 但是物质是非常缺乏的时候 因为刚刚战后 所以我们的裤子都是牛奶袋 就是中美合作的袋子 也只有一件 张了就洗 住的房子是完全的茅草屋 茅草跟株子搭的 所以台风来我们全村都要归零 大的台风来的话 全村归零大家互相再盖 互相盖 然后一个相对的 我们的村子是温暖的跟密气的 是有爱的 是一个灾难来到 是我们感情会更好的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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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 在你寒烟最后芬芳的那口 为我长流的气息 你磨光中 绽放续烂的彩虾 满山月桃花和飞舞的蝴蝶 你是山民中最芬芳的山谷 在我最后一个那个专题里面有写 Sweet Home 嘎乱 就是写嘉兰 芬芳的山谷 那我看到的是美好的 大家聚在一起 每次风收节的时候 你会有你自己部落不同的传统 我们大家聚在一起 你是岛山美丽的妈妈 在满山月桃花和飞舞的蝴蝶鱼 现在我想回到原乡也是因为 在同年这种美好记忆的人 对 你跟人讲话就不一样了 我们在都市那么久 我跟你讲一个 一个年轻人他也不过高中 他要讲话给我听 描述一个是 他是那么真的 他那个肌肉用的力量 他讲一个简单的事 他很用力在讲 他真的 那你就在旁边 你就欣赏这个就够了 你就享受这个就够了 那个就是以前的 在大湖山壞中的 葛阿鲁湾部落 那是我的故事 佳兰 就躺在那 满山月桃花 和飞舞的蝴蝶里的 芬芳的山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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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